哈喽兄弟们,我是刘哥,今天来玩NA小比例的天火 说是小比例,但是这个尺寸呢,已经将近20公分了很大 内容方面,就是天火主体一个加一个枪 其他的啥都没有了,我觉得最起码也要附带一个小支架吧 第一时间,拿出主体来看一下,分量感还是相当的足的 第一步,我最关心的来看一下尺寸啊 到头顶是18.5公分,算上这个背包的话19公分左右 这个尺寸比V几倍的SS05还要高不少啊 更别说NA自家的小比例产品了,你看这款NA的小晴天柱 哇塞,这个真的是小比例里面的巨无霸的存在 重量方面也达到了209克 像这个部分,后面两个喷口,腰部关节,还有脚后跟 这些位置呢,都是金属部件 所以说啊,这款产品还是有一定分量的 那么这款NA天火的整个外观造型,兄弟们可以打一个分数啊 我个人是可以给一个9分的高分 确实以小比例的角度来看 这款天火的整个外观造型,颜值,还有它的完成度是非常高的 硬要挑毛病的话呢,可能就是大腿内侧两颗螺丝,有点难看 还有小腿位置的这个载具的起落架呢,稍微有一些割裂感 其他的各方面我个人都是非常的满意的 然后呢,涂装,做工,包括全身削光的这个质感也是很棒 这一点NA在小比例里面算是佼佼着 总之这款NA小比例的天火,我个人还是非常满意的 可动性方面,头部,抬头的角度非常的大 低头的话呢,就没有了,那侧头也没有 360度旋转无压力 那么这一次的这个头雕我个人认为做的稍微有些愣 特别是嘴巴啊,张得大大的 如果能够再附带几个替换脸的话就更好了 胸口位置这边呢,是可以实现三面的切换的 首先这个就是载具形态 包括你人形如果不想要那种凸起的造型啊,你可以用这个平平的 那还有一种呢,就是这种凸起的立体的,我个人感觉是有点怪了 这个一个,然后呢,还有一个也是这样子 所以说狂派跟博派你都可以贴小小的标志 那我个人比较喜欢是这个样式的 手臂部分,360度旋转无压力,平台方面90度 二头肌,360度旋转,手肘弯曲,超过一些90度 手腕,360度旋转,四指连在一起的活动 腰部旋转角度大概是45度 然后呢,弯腰的角度啊,几乎快达到90度了,这点很大 但是呢,完全是一个断腰的造型 下半身,侧裙甲可以挑开来 那这边你看,有点像是MP44的那种 可以直接跟着大腿根部一起动的这样的一个裙甲的设计 这个已经不是裙甲了,这一块的设计我个人还是挺喜欢啊 前踢超过一点90度,后踢90度 整个阻尼杆非常的舒服 掰到哪里,停到哪里,没有任何嘎吱嘎吱的声音啊 侧踢方面90度,大腿位置旋转 膝盖弯曲,双断式的关节可以几乎快达到180度了 从前方来看的话呢,这边还是有点断膝的感觉 脚步接地性,这边可以90度 然后这块呢,还可以完全的挑出来 这个也是变形的关系,可以这个样子 至于垂地pose可以轻松摆出来 而且摆的也是非常的标准 另外,像这种柜姿啊,也都是摆的非常的轻松的 这款可动性,可以说是让我很满意啊 那么武器呢,就是这样一个双管枪了 我们给它扣在手上 给兄弟们简单摆一个pose 那么这个就是NA小比利的天火的人形的表现 个人感觉各方面的表现都很不错 接下来看一下它的变形过程了 变形第一步,先把这边手肘位置 这块给它推上去,推到底 然后呢,把后方这边给它推开来 手掌收进去扣好 第二步,整个背包往后拉伸腾空间 这边前胸位置给它推开来 两边都是一样的,那这个样子呢 整个的身体全部都可以往后推了 这个部件翻起来,整个的这里翻出来 底下这一片也给它翻出来 然后底下这边呢,还有一个小鸡头 给它翻出来扣好 现在往中间聚拢 这样子往内挤一下就缩小了 那么把这边呢,给它翻折进去 旁边的这两个胸口啊 就给它往上扣,往上扣 底下这边呢,就收纳在这个位置扣好 现在把两条腿呢,直接给它往下打90度 把两个手臂往中间聚拢,先放在这里 整个背包用力的左右分离 这个背包里面可是内藏乾坤啊 咱们再把这边呢,左右分开来 这里利用双关节给它往上挑 这边底下呢,给它挑上去 这里给它挑下来 然后呢,都是利用卡扣给它固定紧 现在我们把这两片给它先往下翻 然后呢,把这边往上推的同时 这边底下,给它旋转个180度 是的 这一块的这个变形呢,确实是有一些颠覆性啊 给它转到底下来,整个的给它往后打 没有错,整个手臂跟身体啊 咱们就藏在了这个驾驶舱里面了 我们把两个手臂继续放好 头给它放好 再把这边,机翼的位置给两边推一下腾空间 现在你看,哇,棺材板 再见了,天火老爷子 全部都给它扣好,严丝合缝的 哇,这个收纳有点意思啊 把这上方的尾翼呢,给它往上倾斜45度左右 把这边给它摊出来 这边底下呢,也给它翻直 咱们把腿啊,给它掰开来 哎,这个样子呢,天火的一个经典造型 或者说是VF里面的一个巨形态就变出来了 呃,这个呢,也是非常的还原啊 只不过就是两个手臂因为收纳在这边的驾驶舱里面 所以说它没有办法伸出来 这个也无所谓啊,反正这个不是VF嘛 咱们继续啊,把这边脚底板给它收纳进去 用力的抠下来 把这边脚呢,往旁边腾空间 这边给它翻下来 然后这里呢,给它旋转进去 上下的给它扣合住 再把这个大腿收纳进小腿给它扣好 然后呢,整个的这边给它往上推 你看,这个其实是假的哦 真正的这个大的扣进小的里面 给它扣紧 两边腿部都变完之后啊 左右再给它扣合住 那最后呢,就是把起落架给它翻出来了 这个是后方的起落架 为什么小腿这边有缝隙 前面这边呢,也有个起落架 OK,全部都翻出来 那么这个样子呢 这款NA小比利天火的载具形态就已经变形 完成了 那么这款天火的整个变形过程啊 可以说是非常简单巧妙的 特别是背包拆开来 把手臂还有头部收纳进去的这个设计啊 还是挺有意思的 那么载具的完成度呢,也是非常高 整体来说挑不出太多的毛病 不过这个飞机啊,你说它可玩性吧 也没啥可玩性 除了这边,驾驶舱的位置是可以掰开来的 里面有座位的刻画 其他的也就没啥了 各方面来说也没有什么官方的那种什么特效件啊 更没有底下的一个支架 我觉得你作为一个天火 最起码要附带一个支架吧 毕竟你卖400多块钱啊 就这样一个V级别的尺寸 然后呢一把枪没了,那这个枪呢好像也没有其他地方可以搭载的 也就是说这款产品,虽然说各方面综合素质都不错了 人形载具,变形过程,关节,可动性 还有它的这个阻尼感各方面都很好 但是400多块钱,这么少的配件 我觉得诚意度方面还是缺了一些 如果加一个底座,或者是支架,或者是特效件 或者一些手型跟替换脸的话 我觉得还是值啊 但是如果这样的一个单独的人形的话 400多真的有一些贵了 OK,今天视频就结束了 咱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